接下来到了摩羯座 11月12号到11月18号期间 会发生南北焦点的换座 南焦点象征我们 累世的业力模式 北焦点呢 则象征我们灵魂进化的方向 那么此前 南焦点在水瓶座运行了 大概有一年多 本周呢会将移位到你的星座 南焦点呢 在摩羯座象征着我们习惯性 模式会偏向摩羯座的负面特质 比如说视力 冷酷 无情 而北焦点呢 指向巨蟹座代表未来一年 人们要有意识地发挥 巨蟹座的正能量 比如说温暖啊 敏感啊 有同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 我不是说摩羯座的宝宝们不好 而是每个星座 其实都是有正向和负向的特质的 另一个好消息是 金星在你最在意的视野功 恢复了顺形 那如果说之前一两周 你有一些项目经历了延迟或者阻碍 现在可以准备好推进了 金星顺形在你的地时功 你也可以抓住目前的时机 就去参加社交活动 去结识一些人 那么你有可能会认识你的贵人和金主哦 这些人可能在未来都能够 好 谢谢观看